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永彤在田间采收着草莓 他说南部天气热 过了四五月草莓就收不到了 在采的时候你要注意不可以太挤压太大 不然待会过一段时间 他那个伤痕都会出来 然后一般我们在采的时候 我们就是抓住这边 然后用指甲把它折断 这样就可以了 采收期一般像正常的话 种下去它是差不多两个多月就可以采收 所以它一般是在十二月初的时候 会有草莓可以采收 目前我们这边差不多最多到四月 四月中旬 苏永彤今年三十八岁 民国九十二年开始从事有机耕种 在这之前他在铝合金工厂上班 这一待就是七年多 我是读电机科的 我原本是在工厂做维修人员 差不多七年多 刚开始回来是 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是有帮家里种田 那那个时候还是种盥西的西瓜 然后等到工作全部辞掉 一下来做的时候 就开始做有机的了 离开工厂后 苏永彤回到台南善化老家 走入田间加入务农的行列 一开始的他也使用着农药 除草剂来进行耕作 一直到自己的小孩 一个无意间的动作 这才惊醒了他 草莓我们本身之前就有种过 那我们知道 可能农药比较偏多一点 那刚开始第一次种的时候 就要做观光 原本也是要做盥型的 那农药也都买回来了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 都还没有空去做房子的时候 就开始有草莓 那自己的小朋友去 就这样采 就马上采就马上吃了 那觉得说自己的小朋友 会这样的话 别的小朋友来一定也是这样 所以就又把农药拿回去 换那个我们有机的苏力菌 只采回来使用 苏永彤告诉我们 草莓不喜欢过高的温度 天气冷一点 草莓的生长期也会长一点 其实它最适合生长的温度 差不多在25度左右 20到25度左右是最适合生长的 它一般都是在我们台湾在冬季 它是生长是最好的 对于水分 草莓的需求量比较高 但就土壤而言 弹性就会比较大 不论是沙土 壤土 或是沙壤土都可以 就是需求量 其实你要在40的时间 给它水 其实变成有的时候经验判断 那一般如果冬天的话 太阳不是很烈的话 是一个礼拜 差不多一次水 那像最近这几天 就是稍微催难 然后气候比较严热 有的时候是要 以我沟冠的是 差不多要2到3次 就看你的比植株 它需水的情形 然后它会表现给你看 草莓由于味道香甜 在栽培上除了一般的 病虫害问题需要克服之外 鸟害也是另一个 让苏永童头疼的问题 白头他很喜欢吃水果 那我这边 之前网子还没盖过 去年就是 12月底网子还没上去的时候 是整个区块都是没有看到草莓 只有那个草 没有 只有看到那个草莓 植株这样而已 就整个都是绿的 那等到在搭建网子的时候 人有在这边走动的时候 才有开始有看到红的草莓 其实一般常见的虫害 这边都有 像现在在采收的时候 有红蚂蚁 然后磕头虫、剪刀虫 这些它都会吃果实 像这个洞这边 以现在目前我判断的话 应该是红蚂蚂蚁咬的 因为它都会在里面啃食这样 刚开始种的时候 然后差不多十几天 每个晚上就抓到十一、二点 就差不多吃完晚餐 到这边准备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八点 然后抓到十一、二点 所以我家小朋友 就是那段时间 可能晚上吃饭的时候 看到我可以 然后其他时间就没看到了 今年已经有白粉病了 这个上面这样白白粉 大部分都是 就这边好像裹了糖粉这样 刚开始有一点雨水 那就是包子下去 它刚好有水分 那再又像这样就是裂羊田 那刚好包子就整个起来了 苏用彤说 草莓因为表皮有坑洞 而且相当脆弱 不容易清洗 所以容易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不容易清洗 因为不像苹果或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推 这样洗 那草莓你一推的话 它就烂掉了 所以它在清洗比较不容易 在这些空间洞洞里面 只要荣耀喷的话 它就会残留在里面 然后以安全标准 它是有荣耀允许换围内 但是就是有的人可能代谢比较慢 那会累积比较快 所以现在那个癌症才会常这样 才会这么多 那我们就是如果都没有的话 就是像我们这样 我们在田间有时候 就这样直接吃 这样 就可以直接吃 有机这条路 苏永彤告诉我们真的不好走 特别是在刚开始的前几年 能继续下去 靠的是坚持 第一次种草莓的经验是 总共差不多损失了10万块 就是本钱还有 差不多10万没有追回来 其实我们有机农业的农友 大部分的农友都是互债一大堆 但是为什么会撑下去 就是可能第一个就是 已经做了那么久了 不甘愿就这样失败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环境给我们了 然后还有大家这样互相鼓励 所以我们这一群人 还有办法支撑下去 就是这样 看着南部炎热的三月天 苏永彤说 去年农场往事里的温度 是48度 今年可能会更热 说不定要破50度了 天后的转变 苏永彤看在心里 他说农民最大的希望 就是风调雨顺 只要平平安安 就是最大的幸福 从刚刚的影片我们知道 其实草莓的表皮 非常容易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所以当你在享用美味的草莓的时候 你别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 像这样的食材 我们的老鼠先怎么用它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草莓是比较后期才传入我们中国的一个食材 所以是在清代以后的本草才有记载它 还有容易口渴 然后肺热咳嗽的患者 我们也可以建议他食用 那在现在的状况中 比如说放疗或化疗之后的病人 我们可以让他吃一些草莓 他会缓解他觉得口干舌燥的情形 那常常有牙龄初血的患者 吃一些草莓的话呢 它的维他命C也可以帮助黏膜的修复 然后促进造血的功能 我们五色可以入五形 那草莓主要都是红色为主 那它的形状很多时候看起来像星形 那红色又入星 所以说现代医学也有提到说 草莓可能可以一星补脑 那这跟我们古籍的想法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至少草莓它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色香味剂群 而且有丰富维生素的水果 所以我们建议说 在它盛产期的时候 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草莓 因为我们知道草莓是不好清洗的水果 它很容易碰撞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您在容器里面先放一些水 然后再把草莓放进去 然后把水龙头的水开较小 让水能够持续缓缓地流动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一些残留的泥土 灰尘或者农药稍微地清洗掉 那不需要再加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盐 因为只要清水是最好的洗涤剂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草莓虽然是微凉的水果 但是因为放疗跟化疗 有一些热像会在身体里面 所以着量食用是可以 但是在食用上面 我们会建议民众 希望把它退冰了以后再食用 就是以常温的状态来吃这个水果 会比较避免它过度寒凉的状态 通常草莓我们都是把它当作水果 拿来生吃 要不然就是草莓果酱 除了这样以外还可以做出什么 好吃的料理 今天我们就请陈佑任老师 来为大家推荐一下 欢迎老师 田哥 你好 老师 你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道 什么样的草莓料理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巴沙米克醋拌草莓 巴沙米克醋 它是一个好像开胃菜一样 我们会把它放在法国面包上面 巴沙米克醋是什么样的草莓 是一种意大利很普遍的葡萄醋 是葡萄醋 是 那我们就先来煮这个醋 现在一开始要先煮醋 是的 也不用加水 不用加什么吗 都不用 我们就是要把它的水分 把它收干一点 这种醋生吃可以吃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倒一点点 它很酸的吗 它这不会啦 它这 怎么会 但是果香 有一个 果香之后 还是酸 好的 我们大概煮这样子 大概半分 就这样煮 是 那先加糖 大概 你加糖是因为怕 就是我们本来这个 就是要有一点甜度就对了 对 因为它那种成年的 它有本身自然的味道 而且很浓稠 那我们这个煮出来可能没办法像 成年的那么的有甜味 所以我们加一点糖 如果是成年的话它会 它已经完全不太酸了 不太酸了 都是甜甜的而已 OK 是啊 那加糖最主要还会增加它的浓稠度 OK 是啊 可是我刚看你摆白糖啊 对白糖 这个 法国面包 它最主要你用法国面包是因为 这个开胃菜来讲就是 比如说夏天的开胃菜 在欧洲大家都很喜欢弄一些东西 就直接垫在法国面包上面吃 是 那我们今天就用草莓来做这个开胃菜 太棒了 我本来是要切大地大地 中间打开 像吃烂饭 是吗 好 我太不客气了 我都吃烂饭了 很辛苦 不会 这个是美国式的吃法 像我们如果有吃西餐的 会有吃过一种红酒酱 它就是把红酒下去 一样的这个做法 但它不用再放糖了 它本身就对了 对… 那草莓 你本身会怎样去挑草莓 这个草莓我们最主要挑的是 亮亮的 表面亮亮的 还有小龙毛 小龙毛 是啊 像… 比如这有红的 有红的 有红的 颜色比较淡的 不要选那种太硬的 太硬的吃起来就不会很甜 就稍微软软的 是 因为草莓很容易坏 因为草莓很容易卡浓油 然后又有很多那种有害的维生物 盐水是可以去那个 把那个维生物把它降低一点 洗米水也是可以去农药 如果与其这么的麻烦 我建议大家就直接 买有机的草莓 比较快 对啊 有机的是最好 对啊 你还要再放下去 不要再放下去 像说洗草莓也是 地头不要先去掉 为什么 因为你在洗的时候 地头去掉它 那些农药物质 比较容易就跑到果实里面 OK 所以地头留着洗 洗完再处理这样子 好 好 那我们把法国面包拿进去烤 摆平的烤 对 摆平的烤 那如果没有法国面包其实 用饼干啊 或者是 饼干啊 或者吐司 吐司 哪里都很搭搭的 对吧 是啊 用这个就比较有外国的感觉 对 真的 法国面包拿出来就是外国的感觉 对啊 再加上你这个葡萄酥拿出来 就是一个外国的感觉 好的 但是烤到说要烤多久 这个大概三分钟就好了 三分钟 把它两面烤酥脆就好了 好的 是吧 好的 那我现在来切草莓 切草莓 你草莓也是要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我们把它切小丁 切小丁啊 是 切小丁 这样拌,等下混合比较好 比较好摆在面包上面 老师,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什么叫哥哥的泡泡 我才一转眼就变这样 老师,你让我儿子看看 我看,哥哥这样 这有像麦芽糖吗 有点像麦芽糖 这个颜色变更深了 是啊 你如果没注意也是会超辣的 对啊 没注意这样就超辣了 比较焦糖 是… 任何焦糖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煮过头 那怎么办 加一点水 酒一下 这个是可以喝的 所以大家在做料理的时候 记得开心归开心 但是不要放一个太快 放一会儿去 炒会搭的不好了 大概这样子 像这个 这样子这种泡泡的形状 就差不多好了 我说你刚刚有点过头 因为咬水是比较稀的 但它味道不会变吗 因为它味道不会变 因为它冷却会变得更浓稠 OK 所以大概这样子就OK 好 还有这个 其实吃草莓 如果要担心这么多 真的我们要支持有机农业 是的 对 吃有机的草莓 对 现在就是这样 反而会鼓励大家 多种一些有机的草莓出来卖 对 不然一般你去草莓园 如果去采草莓 如果老板很好心地告诉你说 马上采下先不要吃 是 通常大家都会觉得 一采就是可以现吃这样 对 那就是他在提醒你 因为农药 他会有水溶性的农药 要让它 是 还是要洗 OK 好了 好 然后呢 然后你就加这个浓缩好了 它那个五十年的醋 就会长这样子 这么浓 他五十年 酿完五十年的 你不用煮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是啊 但是我们煮一煮也还不错啊 是啊 五十年的醋大概多少钱 大货 一小瓶 这样一瓶就可能要四五万 对 你说的是台币吗 台币 台币 加一点这个醋 还有一百年 一百年就更贵了 那谁舍得是 有啊 其实之前台湾有流行过一阵子 吃这个成年的巴沙米克醋 对 只是因为太贵了 后来就 他们炒作 就是说会新盛是因为健康吗 健康 因为意大利人他每天也是用这个醋来喝 这个黑胡椒是 我以前在学甜点 老师说草莓一定要加的 所以我们就今天加 为什么 我本来觉得很奇怪 草莓为什么要加黑胡椒 对 黑胡椒又怎么样 吃故意后会觉得 黑胡椒跟草莓真的很搭配 有点香香的味道 还有草莓 甜甜的 甜甜的香香的 是的 后来我就习惯了 我吃草莓的时候 可是在国外他们这样吃吗 也蛮流行的 也蛮流行的 是 也蛮流行的 好了 OK 好 老师 怎么那么简单 好了 很好 就是炒麵切切的葡萄醋 然后加糖 好 拌一拌就好了 老师 你做的料理 这样每个人都会做 是啊 就在家里都可以做 那种西式的料理这样子 这个我拿了片我早就要吃药莓 他这个拌番茄也很好吃 你说我把番茄要煮吗 也不煮 要煮不煮都可以 像有的人不喜欢吃皮 对 OK 我们煮番茄跟不煮番茄 就是去皮的问题 对 芥要熄掉吗 芥要熄掉 还是牛番茄还是台湾番茄 都可以 都可以 最主要就是这个苹果猪的味道 对 它这个跟任何水果 我觉得都很搭 这个 可是我觉得跟草莓应该更好 为什么草莓 它有独特的香气 是啊 根草莓是最大的 如果说家里没有这种醋 也可以用乌醋来代替 那会不会差太多了 一样的煮法 也有另外别有一番风味 乌醋加糖吗 对 乌醋加糖 如果说没有吃很甜 就不用加了 因为它那种一熬煮 也是会变得比较甜 但一般的家里是拌面那个醋 是啊 你也可以用好一点的乌醋 或者是酿造醋那种的 OK 但是就是要黑色的乌醋 黑色的乌醋 是 好简单 放这边 但是我如果给小朋友吃 我不加黑胡椒也是很棒 也是很棒 是 这个黑胡椒就大人吃 OK 再摆一个这个 这里是什么 这个是薄荷叶 薄荷叶 这是摆饰还是要吃 点缀的 也可以一起吃下去 薄荷叶 真的很棒 简单 这道料理叫做 是 黑胡椒草莓拌葡萄醋 黑胡椒草莓拌葡萄醋 是 你看这整个做工非常简单 可是做起来非常特别 如果你们家里有小朋友 应该试试看 小孩子可能会因为这道料理 开心好几天 是 老师,用手 好,请 这有很多亲子餐 可以跟小孩子一起动手吗 对,因为很简单 花果蜜蜜脆 花果蜜蜜蜜 草莓的香味就飘过来了 黑胡椒的香味 黑胡椒的香味 所以老婆吃黑胡椒的香味 也很熟,你们也很熟 这道菜是很酸 好像现在没有面包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这样吃吗 也可以 真的 比较酸的 比较酸 而且也能接受的程度 如果觉得太酸的话 我们在煮醋的过程 就可以再多加一点点糖 再来 我还是要看 我们来到这个周末的 如果网络吧 我们来到这个周末的 我们来一会儿 看